週末假期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新生兩村的梅花 雖然受到山區雨勢影響 花瓣被打掉了不少 但隨風凋落的花瓣宛如雪花般 又形成另一種美景 想在花季末期 仍有許多遊客湧入互助新生兩村賞梅 就是要把握住賞梅季最後的美景 這邊花季其實蠻美的 然後要把握就是趕快 就是到時候花季沒了的話 就是美得拍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特別穿這種衣服來拍照 這段時間也已經不叫賞梅秘境了 已經是台灣的賞梅聖地了 所以說遊客進來了 當然也就影響到部落的一些生活 的一些秩序 但是我們還是要很歡迎大家來 部落也是只有今年的 這一段時間才會湧入遊客進來的話 也希望支持一下 我們在地無毒的農產跟手工藝品 仁愛鄉互新賞梅季 在近幾年的宣傳下打響了名號 再加上今年花開的盛況 有路的色草及人潮雖然為部落帶來許多不方便 但也為部落的觀光收益加分不少 不僅農特產賣得好 就連支架空地也都拿出來作為臨時停車場收費 讓不少族人意外賺了不少觀光財 太多的人潮了 那交通上也有阻礙啦 所以我們家想說地比較寬闊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說拿出來做臨時的停車場 然後也增加一些外快 今年賞梅季湧入的人潮雖然出乎部落意料之外 但秩序上也都相當良好 這要歸功於部落的前置規劃做得不錯 隨時貼渡人員出來維持秩序及輸導交通 不僅遊客玩得盡興 族人也在這一季的散梅季期間 增加不少額外的收入 原始新聞弄 南投仁愛 超榜報導